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AI人工智慧教育 更首创全国发表AI全学层教材 希望能够带领学生掌握科技趋势 成果发表会上面包括了国中小及高中师生 都透过实际的操作展现运算系统化课程中的学习成果 龙山国中师生自编程式语言 训练程式辨别玩家手势 开发人机互动的猜拳游戏 东元国小则是和华硕电脑合作 带领学生认识程式逻辑与图像辨识技术 台北市政府推动AI人工智慧教育 成果相当丰硕 其实我们现在不是说明学 我们是善语教育 第一个人要会讲中文 第一个人会讲英文 第一个是程式语言 而且那三语教育的时候 幼稚语言就开始 开始叫他写程式 简单的程式 所以我们要专门给小朋友 幼稚语言做了扣顶的教育 这个都写成课纲 开始在推广 强调中文 英文与程式语言等 三语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局更宣布与鸿海教育基金会合作 共同推广AI与量子电脑教育 透过漫画让孩子在趣味阅读中学习AI新知 我们很快地预定在二月的时候 马上就要再开办第二期的量子师资培训仪 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借由更多的先驱种子教师 以及教材的完备 让我们台北市的高中直升 可以早一些接触到量子科技 提早与未来世界接轨 随着AI与量子电脑等新科技问世 科技为人类社会产业发展 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刻 北市府将持续邀请各界伙伴 投入软硬体资源 促进智慧教育发展 培养学子走向世界的软实力 记者邮湘婷 台北采访不到 加油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积极推动许多公民参与政策 其中由民众自行提案 经过讨论后表决 最后票选专案 向市府争取经费的参与室 预算 让许多居民 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像是新年度大安区首场 参与室预算住民大会 民众提案气氛就相当热烈 民众秀出自制的看板 给小组成员推广 安东市场改造的理念 获得热烈回响 50位年满18岁 在大安区居住 涉及就学跟就业的民众 大伙集思广益 分享理念 打造个美好家园 我们的华光社区 这个地平有24000多平方米 目前是荒废的当中 那我是提案做成 世界级的这种花卉展览中心 就是说把全世界所有的花卉 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展器来展览 来带动我们的观光产业 里民还有周围居民 大安区的居民 都可以来这边活动的空间 那主轴可能就是可以有一些手作的 教室啊或者是等等的 这是110年大安区首场参与式预算 著名大会现场 台上认真简报 台下仔细聆听 又从实践提案中选出四案 进入到第二阶段 审议流程 酉酉阶段多一些交流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提案比较成熟的 可以在桌长的引导之下 做一些交换 那很多问题 搞不好你的问题是 很多在地民众都共同的心声 就是解决政府看不到的问题 大安区从105年推广到现在 第五个年头 总共提了302件的提案 然后我们有进到爱布提 有319案 可以说成果非常的丰硕 因为这个预算通过的话 其实局处就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推脱一定要执行 而且我们研考会会来列款追踪 透过民主跟公开机制产生提案 除了让居民做主 共同决定未来 也同时唤起许多平常 不参与公共事务的居民 座会关心社区环境 也建立起人际感情 记者郭川勇台北采访报道 上网打卡是很多民众的日常 白思代关怀协会特别举办了 我的打卡生活胜比赛 选出优胜作品 在汉来海港餐厅天母店展出 除了鼓励参赛者展现创意 也呼吁民众要注意维护个资 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照片里记录山友爬山足迹 以地面视角呈现景深变化 加上蓝天白云和绿地 绝佳构图 让拍摄者王威仁在摄影比赛 夺得社会主冠军 第一名我记忆青春的模样 陈佩颖 来自昆山科大的陈佩颖 利用傍晚光影电话 捕捉同学打排球的欢乐时光 同样获得评审青睐 拿下学生组金牌奖 放学刚好差不多傍晚的时候 然后就刚好太阳就会落下 然后刚好就有跳起 我就喜欢抓他们跳起来打球 跟太阳的那个照片 我们在办这样的手机摄影比赛 真的是鼓励大家 不是被动的在使用这当中的讯息 或阅读一些资讯 而是主动可以去探索这个社会 还有这个社区当中一些新的角度 反映时下打卡生活 白丝带关怀协会举办 我的打卡生活摄影比赛 从2000多件作品中挑选14件优胜作品 在汉莱海港餐厅天母店展出 此外政大教授黄薇薇 也针对台湾青少儿网路使用 与价值观进行研究 发现上网时间越长 人际关系也跟着疏离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 特别在假日他用手机 或上网时间过长的人 其实他不太喜欢人际沟通 而且他愿不希望跟其他的亲友有互动 也不愿意参加社团生活 然后当他有一些想要讨论的问题 他也不会问家长 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白丝带关怀协会呼吁家长 注意孩子使用网路情况 避免过度沉迷 如果喜欢打卡 也要慎选平台 以及定期更改密码 以免泄露个资 反而得不偿失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 这句话完全可以贯彻在 画家林毕丽的身上 从小因为家境没有办法学画 结婚生死退休之后 依然决然进入台义大 从大学一直读到研究所 投入绘画的领域当中 内湖土生土长 回到内湖公民会馆社展 让他相当的感谢 这一路上支持他的人 绑着马尾夹着法夹着小女孩 与一旁的黄狗在满市美人交花的花园内玩耍 黄狗相当的温馴 任由小女孩抚摸 其实这是画家林毕丽的孙女 以及家中早已过世的老狗 借由绘画来回忆起那段美好 画家林毕丽 从小就展现绘画天赋 但是因为家里环境因素 没有就读绘画相关科系 直到结婚生子 从公家机关退休之后 她才决定完成自己的梦想 八年前开始就读台一大大学部研究所 全心全意的投入绘画领域 身为内湖人 能够在公民会馆办画展 感觉相当的特别 连当时的指导教授苏丰南现身会场 也频频称赞 看他这么多的作品 可以说渐渐都是很用心 也可以证明说 他平常是 很多的时间去接触的大自然 到处去写声 这都是一个他作画的成就的一种因素 所以我们觉得他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当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我的东西是说比较有跳脱一些传统的东西 像我们在学校学习论文上 他就会让你激发你说 你要有你自己的思想要有你的创作这样子 然后会有一些自己跨领域的结合这样子 此次的画展 林碧莉展出了包括工笔以及胶材画作 甚至还有利用飞幕板梅材作画 花卉更是他从小就喜欢的素材 包括牡丹 海域 百合 鸢尾等花种 再加上佛像以及人物画 让大家欣赏到他多元的艺术创作 记得曹文华 参谋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